高雄中山大学人猴冲突事件频传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学生被抢时 过去还曾经有女学生 外送取餐自备BB枪 防止猴子的攻击 到底如何跟猴子能够和平共存呢 也成了新生入学必修的第一堂课 上课上到一半 一只猴子跑进来 跳到桌上 学生大声尖叫 猴子摇走食物就跑 一样的戏码 中山大学几乎每天上演 过去曾有女学生 出外取餐自备BB枪 防止猴子攻击 不知抢时学生宿舍 也常被猴子闯入翻得一团乱 他直接闯入宿舍 然后去捣乱这样 一群猴子追着你跑 他会有个带子 然后可能在外套里面 就这样子放进去 中山大学猴子抢时事件频传 如何和猴子和平共处 也成为刚入学新生的必学秘境 而在校园里 也有随处可见的标语 标语看板Q版图片 搭配文字告诉学生 食物和随身物品放包包 不要手提 猴猴跳到身上 不要驱赶才能避免攻击 而学生在新生训练 都要先看过这段影片 食物不露白 宣导短片 先帮新生上第一课 另外还会再拿到一本 猴猴攻略手册 张大嘴巴的表情 然后该怎么去应对 有点像是青少年 在跟你呛吓的感觉 那你就闭上嘴巴 不要理他就好了 画出猴猴的各种表情 教学生如何辨识 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应对 学校也尽力宣导 帮助学生和猴猴和平共存 避免人猴冲突天天上演 记者程庄超群高雄才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